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FC Wong 大家都叫我FC 或者是Miss Wong 我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员 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组织领袖 我主要在房地产行业 保险行业 财务理财方面的这些行业 大概有20年的经验 3月18号 我们开启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MCO 对我而言 这个MCO就是生命中的Tag2 从踏入社会 虽然偶尔还是有学习的机会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MCO这段期间 时间那么长 可以在家专心学习 现在网上的课程 网上的live sharing 多到要自己去筛选了 到底今天要看哪一个咕噜在分享呢 今天要跟哪一个咕噜学习呢 在这段期间 我学习了文案设计 图案设计 media editing 360 VR 怎么样利用WhatsApp 社交媒体 Facebook 各种平台来做营销 之前对于一些人来说 所以是很抗拒的一些事情 现在是世界变小 也是世界变大的一个时代 你说马开 马开会太有些 是的 我是真的是没错说 Steady for baby 你们不要这样操听我讲下去 为什么我讲世界变小呢 因为我们只要拿起一个电话 我们就可以联络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朋友 我们就可以联系上的 我们就可以给他们订货 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买东西 但是为什么世界变大呢 因为现在我们身不由己 我们没有很像以前这样 Everyone can fly 现在我们要出国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我们拿起手机上网买东西 上网投资 上网学习课程上网签业都可以 还有上网买房地产 没有错 现在连网上都卖房地产了 我们现在也可以上网买房地产了 这是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无所谓 你还不算out 因为这个是最新的模式 现在让我告诉你 曾经核识 我们很抗拒上网买东西 觉得没有安全感 怕遇到骗子 然后你现在跟我讲上网 搭车 叫车 上网订东西 订事物 完了 要这样麻烦面 我出去茶店才多远罢了 我坐在茶店是不好 要还要上网订东西 要人送过来又要等 来到事物都不乐了啦 但是出去吃比较好吗 坐在茶店 但是因为这次的MCO 大家的生活营运方式都改变了 生活方式改变了 做生意的模式也改变了 现在uncle auntie都会上网去飞出找 哪里有菜可以订 打个电话叫他送过来家里就好了 我不用冒着风险去买菜 带着口罩还要洗手去买菜 很麻烦 所以这个是一个连uncle都可以接受 广连网络的时代 所以你还可以说你不要去接受吗 想当年GRAP刚刚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 大家都很抗拒 没有安全感 要用电话 到我app什么东西来的我不会 我照照手 叫这车就可以了 怎么叫麻烦 现在没有app订车 你都不安全 你觉得很不放心 所以老实说 我们的世界在无形中已经在洗牌了 尤其是在这个MCO 简直我们的世界是在大洗牌 你认为MCO过后 我们的世界会恢复以前的模样吗 我不认为 因为现在如果给你出门可以开始做工了 第一你是不是要戴口罩 你没有戴口罩你敢出去吗 现在 出道去见到人 还有distancing 保持距离 还有一个meter的范围 所以以前我们喝茶 坐下来喝茶 口水喷在别人的眼上都无所谓 现在我们坐下来喝茶 你最好坐个B台 我在这边才喝茶 大家面对面看到就好 打个招呼就好了 所以这种生活模式 不论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 它已经是改变了 现在上网买卖热厂用品 上网定事物 上网造车都非常普遍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但是上网投资呢 上网买房地产呢 你OK吗 你开玩笑 上网买房子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要上网买房子 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想法 你没有错 只不过是你还没有跟上这样的生活模式 请问你 你有买过股票吗 就算你没有买过股票 你也知道大概买股票的一个操作方式 他们通常都是在上网看了股票过账 然后就把股票买了 而且数目不是小的 那么就拿买股票来做例子好了 今天如果你要买AirAsia的股票 你会不会去到AirAsia的公司 看他的公司的模式 看到了他的员工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买这个股票 你今天要买一个手套的公司股票 你会不会去了解这个手套是怎样制作的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做对不对 因为你要买股票 你注重的是收益和投资的资金 然后你要看的是整个公司的财政报告 这个公司的整个financial background 它够strong吗 它有没有分红啊 这些才是你要考虑的一些思想对不对 所以讲到投资 我们注重的是投资的资金需要多少 而且投资的回报可以拿到多少 就好像买黄金 以前我们买黄金我们看到一个 整个黄金才可以买 现在我们买黄金 我们只要去银行打打布置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黄金 买了多少钱 卖的时候卖出多少钱 总而言之 投资是要看回报率 不是吗 之前讲也好像是啦 但是你先讲买屋子哦 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屋子我要怎样去买 同样的道理 我们回到投资的基本点 我们要投资 我们就是要看我们投资的资金要付出多少 和可以收到的利益是多少 回酬是多少 你有没有试过你身边的人 买了外国的一些产业 买了澳洲啊 买了泰国啊 买了free bean的产业 他们本身也没有飞过去的 又或者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朋友 在shopping跑街 跑下跑下 这样不小心买了一间屋子 有听过吗 难道他们是 他们的钱是拿来烧的吗 他们的钱不是钱啊 这样随随便便就买了一间屋子 跑街叫你去买热产用品 突然间买一间屋子 不是很神奇吗 不是很儿戏吗 这样子样 其实讲到尾 你们朋友也不是傻 也不是笨 他们的钱也不是偏跌下来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 没有再看到那个产业的情况下 把产业买下来呢 其实主要的过程是 他们对这个产业有足够的了解 产业代理有对他 做出详细的解析 有了这些资料 那么就可以方便他们做出决定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些产业 现在MCO期间 很多行业都受到了打击 国家银行降细了 各国都开始大印钞票 很快我们又回到另外一轮的通货膨胀 想让身边的钱升值而不是贬值 投资房地产和股票是其中一个不错的选择 投资股票流动性比较高 但是相对的也需要比较大的技术层面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驾驭这些股票的一些专业知识 技术上的分析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除非你可以有一个很信任很有经验的一个股票经济帮助你 要不然你自己要下手不是那么容易 房地产同样的也是需要做功课 对房地产有一定的了解 做出功课选对地点才可以下手 当然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知识不足的话 你身边有一些银行的朋友 或者是在一些地产领域做经济的朋友 这一些他们的专业知识都可以帮到你 在知识方面呢 这种的层面会比较简单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技术要操作 只要你的房地产没有选错地点 基本上归缩的收到保证 哎你讲那么多谁不值得地产可以投资 谁不值得地产可以保质 我都知道地产可以赚到钱 但是现在非常时期哦 所以你拿钱出来买房地产 抓住的钱又在身边比较好用 这样子我比较安心一点啦 问问你 你有试过在大减价的时候买东西吗 有这么没有很正常啦 能够省多少就多少嘛 都是一样的东西可以用的嘛 对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大减价的物品 往往是剩下的物品 或者是将近过期的物品 所谓啦那东西没有坏 东西没有过期 能够省就省哦 省了多少就是赚到了啦 没有错能够省就省 能省下来的就是赚到了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更何况现在房地产 偏偏在推出的时候 最多单位的时候 都是给最多优惠的时候 最重要这个时候 你去投资房地产 你第一你可以买到 更加好的单位 因为单位比较多 很多人不敢买 你敢买 第二 发展商在这段时间 是给最多优惠的 单位最好的 都是在这个时候放出来 所以你会比其他人选择更多 更好的单位 第三 优惠比较多 只要你的资金支出的一个 头期是在你的现在能力范围 可以负担的 最重要是银行可以批准你的 银行贷款的话 这个时候进场是绝对是一个 最好的事 我个人给你一个意见 买产业要选对地点 地点好的 可能价钱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你今天是谈便宜 买到一个三国有的一个产业的话 我跟你讲 你要等它起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起的话 幅度也不大 所以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去买一个偏远的地方 地点很重要 对产业 你要买一个对的产业 选地点一定要选对 买对地点的盘 随时有人接盘 你要放出来 只要是看价钱对 都会有人接盘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买比较好 这个时候买产业 除了你有很多美丽的单位 可以选择之外 发展上也给你各种各样的优惠 就好比说 现在发展上很多都耐不住寂寞 太想念来者了 甚至他们给出的优惠是100块定金 就可以把一个单位定下来 还有一些是全家室的 精装全装修 完全也不用花钱装修 而且装修的水准是一流的 最重要的是 地点是超好的 不是在三个银的地点 是在市中心 而且或者是一个在一个新市市镇 一个中心点 还有一些的产业 甚至给你保证租金 GRR的Galanty 所以这些单位只有在这种非常时期 才会有这些单位的放出来 现在就是发展上卖大包的时候 半买半送的时候 你现在不进场 没问题 你就是等价钱回调的时候 你才来进场 也OK的 其实这个是看你的能力的 接受范围里面 但是文王 以我这十多年的经验 我听过无数的顾客跟我讲 当初如果买到那个房地产 现在我不是赚了多少钱了 想当年那个房地产才多少钱了 现在去到多少钱了 朋友们 小妹今天是想要让大家了解 房地产的一些走向 而且一些理财的状况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低买高卖 但是偏偏低买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低 市场什么时候会低 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市场才会低 但是市场低的时候 偏偏人是最怕的时候 我手上抓着线钱不敢用 只要你是做好规划 买对地点 相信我 地产是绝对可以做中线 或长期投资的 朋友 如果今天你没有打算 要买房地产 无所谓 今天继续关注我的网站 我们还是会继续 为你带来更多的房地产资讯 如果今天你赞同我的说法的话 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知道 也让大家一起学习 房地产的一些知识 如果这么巧 我现在的一些想法 跟你的想法又那么接近的话 你想对房地产有多进一步的了解 还要了解更多的一些房地产的项目 欢迎你pm或者whatsapp我 我个人在给你做一个进一步的讲解 我是FC旺 我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员 我是跟大家一起地产生活化 生活地产化 谢谢大家点赞观众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